6岁女孩被亲生父亲侵犯 8年以后才敢报警 警方介入调查后发现 对女孩实性亲的包括父亲 姨父 姑父 爷爷在内竟高达十余人 她的童年注定要用一生去治愈 听到14岁女儿怀孕的消息 试问哪一个母亲能做到如此淡定 更离谱的是 女儿声称自己怀了亲生父亲的孩子 这只是一个14岁的初中生 很难想象她经历了多么恐怖的事情 这不是青春期叛逆心作祟的恶作剧 这是一桩发生在黑龙江省某村镇的真实案件 女孩饱受亲人邻居 以及老师的亲犯长达八年之久 终于鼓起勇气 向世人揭发了他们的罪行 事情发生在2008年 彼时14岁的汤兰兰刚读初中 由于学校离自己家很远 父母又在外打工 于是她临时被安排在一个寄宿家庭 李忠兰夫妇家里 这个家里一共接收了9个借宿的孩子 因为费用低 李忠兰夫妇善良大方 对孩子们的一时起居都很尽责 每个孩子都十分依赖他们 汤兰兰从小就被送到姥姥家 很少体会到父母的宠爱 家庭的温暖 一切都是来到李忠兰家 才发生了改变 在相处了一段时间以后 汤兰兰被李忠兰夫妇认作干女儿 在生活上提供无微不至的照顾 开学以后第一次放假 按照惯例 寄宿的孩子们都要回老家拿生活费 或是换洗衣物 因为马上就能见到父母家人 每个孩子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唯独汤兰兰不同 她反而因为回家闷闷不乐 坐在角落里一语不发 李忠兰以为孩子心情不好 于是上前询问 就在这时 汤兰兰爆出一个惊人内幕 其他孩子被接走以后 汤兰兰才吞吐吐地告诉干妈 说她自己怀孕了 而且还是自己父亲的孩子 汤兰兰说着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抱着干妈崩溃大哭 不论事情真假 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说出这些 李忠兰已经吓坏了 猥亵幼女 亲生父亲 怎么可能做出这等禽兽不如之事呢 看着汤兰兰不像撒谎的样子 李忠兰赶紧把上班的丈夫王凤潮叫了回来 在这对夫妇的安抚下 汤兰兰终于把自己的童年往事讲了出来 她说第一次被父亲侵犯的时候 还不满六岁 这次经历给她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 从那以后 父亲汤兰兰多次强迫她脱衣服 做很多她不想做的事情 后来丑事败露 爷爷奶奶都知道了这件事 更恶心的是 爷爷也加入到侵犯孙女的队伍 龙镇是当地一个偏僻乡镇 整个村子只有七十户人家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汤兰兰家这等丑事 很快就闹得人尽皆知 但其实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何尝不是被解救的机会呢 事情却并没有向好的那方面发展 汤兰兰整日在家无所事事 买来很多黄色蝶片看电影 汤兰兰的堂书 姨父还有其他邻居 经常来到家里私混 久而久之 这些禽兽 竟然将魔爪伸向了不满十岁的孩子 在他们的折磨下 汤兰兰度过了一个凄惨的童年 要不是来到干妈家里寄宿 体会到普通家庭的温暖 恐怕汤兰兰早已丧失希望 走向堕落 侵犯幼女可是重罪 了解到这一事实的李忠云夫妇 义愤填膺 坚持要让这些犯罪分子受到法律的严惩 在这之前 他们希望与兰兰的生母见面 验证一下她的态度 没想到 双方见面以后再一次震随三观 兰兰的生母万秀玲来了以后 就想接女儿回家 怎料兰兰一句话让她惊呆了 当着干爸干妈的面 汤兰兰说自己怀孕了 怀的正是亲生父亲汤继海的孩子 万秀玲的眼里 并没有一个母亲对女儿的心疼和担忧 反而质问孩子 一年你就回来两天怎么会怀孕呢 试问这是一个母亲该有正常反应吗 还是说父亲侵犯女儿一事 这个当妈的早就知情 女儿怀孕她爸的 难道说这个爸是 他管王国长他也叫爸 他也不叫干爸 他就是为了逃脱 他逃脱就为了 完了 把我们 进来之后再当心爱我们 父亲强奸亲生女儿 至其怀孕 女孩含泪复仇 将全家十余名亲属告上法庭 母亲明目张胆 收敛嫖资入狱后频频喊冤 在干爸干妈的支持下 汤兰兰决定不再隐忍 将多年来所受到的侵害记录下来 交给公安局 没过多久 包括汤兰兰的父母 爷爷奶奶 姨父 姑父 唐叔 表哥 邻居 小学班主任在内的二十余人 被相继逮捕 接受调查 汤兰兰案件震惊全国 这桩丑闻发成以后 人们不免质疑 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父母吗 连自己亲生的女儿都不放过 这一家人到底是怎样的变态组合 竟能丧心病狂到如此地步 一切早已在万秀龄与汤继海结合之初 埋下了伏笔 万秀龄出生在七十年代 由于家庭条件困难 没读几年书 就南下打工了 当时广州那边的电子产业相当发达 万秀龄和朋友顺势来到电子厂打工 十八岁的小姑娘 走到哪里都不缺乏追求者 万秀龄也来者不拒 跟男同事们打得火热 出来乍到就有了好几个爱美对象 有了男朋友的帮助 年轻时候的万秀龄过得相当幸福 可安稳日子没过几年 电子厂倒闭了 他们不得不转行 一切从头开始 好在万秀龄长得漂亮 身材高挑 加上能说会道 在美容行业非常吃香 转行以后 他也换了新的男朋友 对方年轻帅气 家里也挺有钱 就在万秀龄以为自己 马上能成为豪门太太的时候 却被无情抛弃 此时他已经25岁 青春退去 容颜不在 越来越渴望一份安全感 打算找个老十人结婚过日子 在没人的介绍下 万秀龄认识了同乡男子汤继海 两人一见钟情 脾气秉性也很合拍 相处一个月以后 万秀龄竟然怀孕了 汤家得知这个消息非常激动 为了宝贝孙子 赶紧迎娶媳妇过门 一桩喜事办下来 汤家却又成了全村人的笑话 原来 与汤继海一起外出打工的 都认识万秀龄 对于他的私生活也早有耳闻 加上他是美容行业出身 与汤继海认识一个月就怀孕了 未婚先孕 凤子成婚 这在农村是要遭人白眼的 自从万秀龄汤继海结婚以后 村里的风言风语就没有停息 久而久之 汤继海也开始怀疑 妻子是不是给自己戴了绿帽子 夫妻感情岌岌可危 十月怀胎 万秀龄生下女儿汤兰兰 一看是个女孩 公婆二人失望至极 不管不问 1994年8月 万秀龄把不满一周岁的女儿 扔给自己的父母抚养 便再次踏上了打工的旅程 汤兰兰成了留守儿童 走到哪里都遭嫌弃 特别是亲生父亲汤继海 看着孩子越看越不像自己 她更加坚定了 妻子出轨欺骗自己的事实 考虑到作为男人的尊严 汤继海多次辱骂家暴万秀龄 还扬言不让母女二人好过 于是她实施了一系列 卑鄙下作的手段 亲手毁了汤兰兰 在万秀龄外出打工期间 汤继海将不满六岁的女儿 接到家中 对其动手动脚实施了侵犯 年幼无知的孩子吓得大哭 最终事情败露 爷爷奶奶面面相觑 竟然选择了隐瞒 从那以后 汤兰兰经常遭到亲生父亲的猥胁强迫 甚至后来爷爷也参与其中 而奶奶非但不管 还上手打骂 汤兰兰的童年苦不堪言 更过分的是 邻居和亲戚 甚至小学老师也知道内幕 纷纷参与进来 对这个未成年少女实施侵犯 知法犯法乐此不疲 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汤兰兰的亲妈竟然为钱屈服 直接向恶魔索要嫖资 有一次 万秀玲没打招呼 回老家办事 一进门 竟听到一群男人的嬉笑声 和兰兰的挣扎 万秀玲跑过去 直接被惊呆了 由于担心事情败露 有人拿出几百块钱 扔给万秀玲 从那以后 每次侵犯 万秀玲都能收到几百块钱 看在人民币的面子上 这位奇葩母亲 选择了助纣为虐 这一举动 他的思想也开始发生了 潜移默化的转变 亲生父母活同外人 强奸女儿被判刑 出狱以后频频喊冤 指控民警驱打成招 震惊全国的汤兰的案件 竟然疑点重重 这绝对是一桩 旷式古今的案件 幼女在母亲的包庇下 被亲生父亲侵犯 导致怀孕 警方介入后 证实女孩被爷爷 叔叔 姨父 姑父 老师等多位亲属性侵 轮番侵害 一时间引起惊涛骇浪 迫于舆论压力 民警迅速将嫌疑人 缉拿归案 但整个审理过程 却长达十年 现如今依旧迷雾重重 汤兰兰在干爸干妈的支持下 一指诉状将父母告上了法庭 面对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 所有执法人员 都感到怒不可遏 义愤填膺 以最快的速度 将所有嫌疑人 缉捕归案 然而 面对女孩的指控 他们依旧嚣张 死活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还大喊大叫 民警暴力逼供 去打成招 自己是冤枉的 最终只有汤兰兰的姨父 承认了 自己有用手指实施猥亵 而且有给受害人母亲万秀玲 提供嫖资 在警方的严肃审问下 几位嫌疑人 纷纷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其中 汤兰兰的父亲 因强奸亲生女儿 且情节严重 被判处无期徒刑 爷爷奶奶以及母亲 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其他参与犯罪的亲属 邻居等 也分别被判处 五到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或许是感觉自己罪不至此 几位罪犯竟当场翻脸 大闹法庭 特别是汤兰兰的父母 张口闭口 她是不孝女 受了别人挑唆 把亲生父母告上法庭 另外 汤继海直接掏出了 自己的一颗厚草牙 声称 这是在看守期间 民警严刑逼供被打的 汤兰兰的爷爷 在羁押期间 肺癌复发吐血而死 也被传得相当夸张 汤继海指控民警暴力逼供 活活气死了自己的父亲 一时间 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公安机关 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然而曾经负责案件的民警 直接站出来 与几位犯罪分子分庭抗礼 他们严正声明 当年都是依法办事 汤兰兰的口供 体检证明 以及各位犯罪分子的口述 足以定罪 完全不存在去打成招的说法 有一个案件瑕疵 后来也成为了这桩案件的 备受吐槽的矛盾点 那就是汤兰兰被性侵怀孕 这个孩子是案件最大的证据 但可惜当时没有取证 汤兰兰就被干爸干妈 带到医院做了流产 而当时出了两张化验单 一张是子宫未见一场 一张是已经怀孕 孰真孰假 早已无从验证 民警得到的体验结果是 受害人与他人 发生过多次性行为 有被侵害犯罪事实的存在 以及多种妇科疾病 但无法直接证明 就是个被告人实施 不排除其他人所为 甚至是汤某某自愿和他人所为 本案应当对汤某某日常生活行为 生活的环境进行全面的调查 看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而汤兰兰的姑姑又爆出一段录音 是汤兰兰向姑姑所要9000块钱的录音 大概意思是 姑姑每年提供3000元费用 她可以考虑解除对姑父的指控 然而这样的要求没有被姑姑接受 录音曝光以后 给汤兰兰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有人认为 看似是受害人 其实这个女孩也不简单 然而仔细分析这段录音 汤兰兰不过是想要姑姑资助自己完成学业 案件尘埃落定以后 各位丧心病狂的罪犯都端起了铁饭碗 汤兰兰也改名唤姓 远走他乡 在社会好心人的资助下完成了学业 本以为女孩可以与原生家庭剥离 回归正常的生活 怎料2017年万秀玲出狱 马上联系媒体 发起了一个寻找汤兰兰的活动 痛哭流涕为自己喊冤 话里话外都充斥着对女儿的憎恨 然而破镜男重圆 汤兰兰又怎么愿意现身与母亲见面呢 父母子女一场 却落得这样的结局 一切都是咎由自取 并不是所有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 甚至有些父母不配为人 可怜女孩要用一生去治愈这段痛苦的经历 更可怕的是 现实中可不只有一个汤兰兰 很多孩子遭受到身边人的侵害 不敢声张 还要带着这种疼痛活下去 为人父母 有义务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 对于女孩的呵护 更要事无巨细 因为地狱空荡荡 恶魔在人间